回来了 我本来是想干赏开业一次的 但是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你能来我妈就很开心了 她在里面呢 进来吧 安心 我们先掰一下吧 安心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 我也很纠结 我就反来不去都在想 我也把我们的情况 告诉我爸爸妈妈了 他们不同意 但是我在问我自己 我是哪个 我想要的是啥子 我现在想不懂 我想跟你一起合作 我想跟你一起开公司 我想跟你在一起生活 跟你在一起 才是我想要的 那至于生不生玩 你想不想生 我尊重你 我觉得他不能成为 我们俩之间的阻碍 那你父母呢 你怎么说服他们 我已经想好了 我们先在一起 然后把公司 逐打逐枪 我们一起去找他们 他们肯定会原谅我们的 安心你也不晓得 我想通之后 我太高兴了 现在 我们肯定会在一起 我们肯定会在一起 那你的心肌炎呢 我是残疾人 你有心肌炎的话 没有办法好好照顾我 我也不晓得啥子 我一看到你 我啥子病都好了 我现在好得很 我应该骗你啊 不应该骗你啊 安心你体谅我也好吗 我这些天真的很纠结 我翻来覆起来在想 我是为了什么 我也是为了我们能在一起啊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 要和你在一起 不是 你提出了要求 我经过了图里去吗 你能喜欢我对我来说很珍贵 我不得不说 你的求婚 让我挺受宠若惊的 就我现在这个情况 能有人要就算很不错 想要再多的话 就属于她的乌鸦 放到童话故事里 都不会有好下场的那种 我和我妈都是这么告诉自己的 不要错过 不要错过 我承认我那天去找你 是想尝试着让自己去抓住些什么 那其实当时我也没有想明白 我现在想明白 小秋 你最大的优点就是很乐观 很自信 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 我能不能接受你 你好 打扰一下 这里也给你们送一下菜哦 明白用哦 谢谢 安心 我错了 我想你道歉 对不起 我不应该骗你 你原谅我吗 惊喜 是不是 惊喜有些 是不是 不是 我发现了 不是 惊喜有些吗 你要小一样 安心空了你不太熟练 惊喜有些 你要小 你才能跟别人带来惊喜 你小不得 你小也好吗 你小 你小也好 我但愿我能爱上你 你小也好 安心 你希望用这一张做封面呢 还是这张 我自己更喜欢全身的这张 好 那我们选这一张 另一张呢 我给你放大表框 送给你做礼物 好 谢谢 等一下 还是用半身的这张吧 为什么 你这张全身的 也很漂亮啊 我知道 如果用全身的话 大家会更关注我的身份 我的甲值 这代表着励志故事 我相信这也是很有冲击力的 我并不是想掩饰什么 但是我更希望大家关注到的是 我是一个普通人 而不是一个另类的 不一样的人 我不想要靠那些 卖惨的 猎奇的故事去吸引人 不仅是残疾的朋友们 我也希望健全的朋友们 能够看到我和他们一样 我的不幸 也是我的经历